到底邵正平在哪裡 他就直接講 好啦 其實趙哥也沒有出國 他就 對 然後現在狀況很慘 都躺在家裡 沒有辦法出門 那個時候我們才 剛從幕後轉幕前 剛出道 所以那時候工作量滿大的 可是那剛好有時候 有接到一個戲 但戲又不是主角 所以就可以到處嘎 可是那個時候有個問題就是 我們那時候因為 到處有人找我們吃飯喝酒 到處出去玩 所以那時候還年輕 所以就變成 作息就不正常 那作息不正常 就常常有的時候 工作的狀態就不是很好 就造成我體內 那個醫師 中醫講 肝火旺盛 肝火旺盛 除了臉上會有青春痘 還有個是什麼你知道嗎 痔瘡 早洩 痔瘡 不是你那個 你女早洩大家都知道 我沒有 痔瘡 內痔還是外痔 還是綜合痔 不是 應該這樣講 在痔瘡之前 因為排便不順 水喝得少 所以有用婉長 婉長用過頭了 跟詹惟宗一樣 有 沒有 沒有 你又覺得別人 這就是他自己在節目上講 對不對 詹惟宗 婉長用過頭 用到猛力一拉 那個大腸頭整個漏在外面 你 就是因為婉長用過頭了 所以有點脫缸 婉長用過頭 那時候搞不清楚 所以稍微有點脫缸 哇 那這下糟糕了 脫缸其實就裝死了 我所謂裝死就說 我就不出去玩了嘛 跟朋友所有的這個邀約都拒絕 脫缸是什麼一個症狀 可是通告 那我又不敢去醫院 難看嘛 我想說他時間久應該會好 休息個幾天 可是那時候剛好有通告來 通告就在發 那我就跟經紀人講說 不行 我這幾天你就說 不能出門 不是不能出門 我要出國 出去三天 臨時有個工作 找個理由就是了啦 那幫我講一下 說不行 那問題是人家也不行 人家那個時間 是之前早就問好 趙哥你這時間是可以的 所以他們拍一個 很大場面的一個場景 你什麼時候突然這個時候 跟人家講說不行 非得要去就對了 對 所以我說不行 我真的沒辦法去 那經紀人就覺得奇怪 那快點 到底也沒聽你講說 你什麼時候 什麼三天前要出國 也沒聽你講這個事 你到底是什麼事 你乾脆直接老實講 那我就跟經紀人老實講 我說那你不能跟別人講 好 我說我可能最近玩太過頭了 可能這個脫肛 就是痔瘡 有點問題脫肛 可能我要休息個幾天 你是說你跟男生 不是玩後面 不是玩後面 沒有玩後面 就是你跟男生玩過頭 不是 你講這個理由 聽起來超怪的 然後經紀人當然就知道說 好吧 大概怎麼去解釋 好啦 這下厲害了 來 人家那個單位 怎麼可能會聽你講 什麼解釋說什麼 趙哥臨時出國 要去個三天兩夜 等他回國回來的時候 再來接這個工作 就不可能 你知道嗎 就講得很難聽 對方還講說 那你們就等 我們是違約 因為我們工作 是有千個月的 對啊 你本來就要以甲方 嚴重了 甲方製作公司為主 的通告時間 但不是不能商量 但是最少要前一兩天 你這個那麼臨時的 你就擺明就是 那你要違約了 所以就把經紀人有點逼急了 那經紀人不知道該怎麼辦 又回頭來問我 你要知道 那個痴瘡磨到褲子 會痛死的 你知道嗎 那根本就不敢穿 整天都露個屁股在那邊 根本就沒辦法 我怎麼曉得 經紀人被製作單位 給B級以後 的被製作人 問說 他就直接講 好啦 其實趙哥也沒有出國 他就是 那個扣刀 對 然後現在狀況很慘 都躺在家裡 沒有辦法出門 他也不相信吧 對啊 他應該不會相信對不對 沒有 後來 我有打電話給製作人 我直接跟製作人講說 叫他來你們家看 不是叫他來你們家看 我就跟他講說 我是真的 我是真的 還是你打視訊 你那時候就使用臉書 其實基本上就是 不是 他就是真的 跟製作人講說 他生病了 他不舒服 趙哥你是不是會 安妮 我不是不來 你看 不是 沒有人這樣 趙哥是不是 你為了怕人家知道你痔瘡 所以你去割雙眼皮 然後就騙大家說 你是雙眼皮還沒 什麼要扯啊你 超點 不是啦 你搞錯 趙哥的是你沒有我瞭解 他是去割痔瘡 那反正痔瘡要割 順便割雙眼皮 沒有 那後來 其實連包皮都順便一起割 三哥 三哥 我一次三哥 趙哥很近不要高亮 他是三哥男 然後他就 那後來這種人相信你了嗎 最近只能這樣 不然怎麼辦啊 只能這樣啊 你有根本機替人生氣嗎 已經被逼到 已經不知道該怎麼辦 就直接明著講 不然我沒辦法走路 那後來怎麼自豪的 那後來怎麼自豪的 你應該其實真的拍給他們看 休息 第一個真的要休息 然後第二點 不要跟你們這些 豬棚勾友 常常在外面吃吃喝喝 我離開你們以後 我現在好很多了 我現在好很多了 今天我們可以回家 我現在好多了 那我現在好多了 你現在好多了